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我是何平 最近中国藏区安多阿坝、瑟达县和甘兹县相继发生藏族僧人自焚的事件 关注西藏局势的海外组织指出,这些藏族僧人之所以自焚 实在是无法忍受中国政府派军队和官员进驻他们的寺院,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控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西藏之声电台的报道说,西藏康区甘兹县甘兹寺僧人达瓦次人 于25日中午点火自焚,达瓦次人现年30多岁 他成为西藏历史上为民族自由事业点火自焚的第12位藏人 最新的这起藏族僧人自焚事件,是本月内发生的第5起类似事件 是2011年间发生的第10起藏人自焚事件 一位目睹达瓦次人自焚事件的西藏目击者,对自由亚洲电台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 达瓦次人在甘兹寺僧侣寺庙附近举行的一次年度活动期间 在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后,点了火 当时大多数目击者都是僧侣 达瓦次人点火自焚后大声呼喊 达赖喇嘛万岁,西藏没有人权等口号 西藏之声电台的报道还说 西藏僧人达瓦次人点火自焚后 当地民众和僧侣紧急将他送到甘兹县医院进行抢救 目前,这位僧人已被带到甘兹寺中 而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 进行严密监控甘兹县和甘兹寺 要求甘兹寺把自焚僧人交给当局处理 这使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当中 国际支持西藏团体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主任 马里贝斯·马尔基女士 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这些藏族僧人走到搞自焚这一步 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 中国政府对藏人宗教文化和各方面生活的高压控制 这些藏族僧人的自焚活动 是对中国政府在戈尔登寺和周围地区 所实行的安全打压措施的考虑 这些措施包括对藏族僧人佛教活动的严厉控制 很多年轻的僧人被召集起来 强制接受爱国教育 许多僧侣被开除 此外,公安人员还放狗攻击僧侣 有两位俗人为了保护这些僧侣而被狗咬死 中国当局似乎没有能力理解藏族人民的合理要求和不满情绪 这些藏族僧人之所以诉诸于这种极端行动 是因为实在无法容忍他们目前所出的境况 近日,中国内蒙古网民发布抗议书 呼吁在内蒙全境举行抗议行动 谴责日前发生的碾压牧民事件 保护生存环境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本周一,由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发布的新闻稿显示 抗议书以蒙汉两种文字 呼吁内蒙全境的学生、牧民和居民 于10月24号至30号中午12点整 在各主要市镇中心广场集会 并向政府机关游行 抗议日前 俄尔多斯市乌生旗发生的碾压牧民事件 该组织负责人恩赫巴图 周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很多蒙古人在网上发这种呼吁信 呼吁所有蒙古人大行抗议活动 在各个蒙阿齐、蒙齐和大城市里边 呼吁信说呢 蒙古人应该站起来抗议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蒙古人的生存权 口号是保护草原 保护牧民权益 保护蒙古文化等等 10月20号 内蒙古厄尔多斯市乌生旗 一辆运游卡车 亚死试图保护草场的牧民 昭日歌图 而今年5月11号 内蒙古西林郭勒盟 西乌齐发生的同类事件 导致维权牧民末日根死亡后 曾引发当地大规模的蒙古族民众 抗议活动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负责人 恩赫巴图表示 中国当局为平息 今年5月的抗议事件 曾出动军警 实行戒严 虽然目前 上南遇见互联网的抗议呼吁 能否发生 但从近日 内蒙古传出的消息显示 当地民众的反抗情绪 异常强烈 美国的中国福音会 近日在洛杉矶举行了 守望教会410事件 与家庭教会合法化的研讨会 2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教会人士 到场参与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萧荣的采访报道 长期在海外 为家庭教会争取空间的教会代表 在洛杉矶集会 针对当局抓捕北京守望教会会友 并监控牧师的事件 两位华裔牧师 洪于健和刘同书强调 相对守望的户外敬拜 符合宪法精神 官方对守望教会的逼迫 更显与法无据 守望教会是在为维护自己 敬拜神的自由权利 是为了帮助政府落实他自己锁定 宪法中对信仰自由的庄严保证 你政府不是自己说吗 宪法是最高的根本大法吗 政府自己定法 不守法还犯法 还要我们配合你犯法 这样顺服他就像最后底头 这个政府他的关于横 是我们教会软弱造成的 早期也是北京守望会友林岳恩 在会中播放国际媒体 报道410事件的视频 对当局向守望施以高腰手段 表示愤慨 我们只希望我们基督徒 你要想想你的下一代 难道永远要这样 没有结社自由吗 永远也没有这样言论自由吗 你的孩子永远也不能有 正常的儿童主日学吗 与会代表为守望和家庭教会 受迫的现况发生呼喊 也促请中国基督徒 和海外华裔教会 从事件里深刻反思 研讨会上也探索 家庭教会何时才能合法与公开 留同苏牧师 从法律面向政府建言 要求当局正视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未经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